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我是林子彤 現在和大家跟進內地和本桿股市收市的情況 先看內地股市方面 上證綜合指數 收市跌8點,收報2802點 深淨成分指數全日升95點 收報8268點 湖深300指數升8點 收報3273點 創意板指數升19點,收報1556點 至於港股方面 恆指全日跌40點 收報17651點 國企指數全日跌8點,收報6203點 大致全日成交非常薄弱 800億都不夠,全日只有793多 這節看看幾個板塊和兩者過股 先看家電股方面 上海再推一個消費品已舊換新的政策 對個人消費者購買符合要求的梳化 床墊、掃地機閒、吸塵機、空氣清新機等等的家電 家居和適路化產品 按照銷售價的一成半 給予一個補貼 消費者可以用不同的支付渠道 去拿補貼一次 而每次補貼不超過2000元人民幣 繼續做一些家電的二舊換新政策 內地的家電股 今天亦是排人的市 港股方面 6690可以自家 全日都升了大百分之三 都叫做排人的市 全日24.2高位做了24.3 大家留意一下家電股 另外293港文和財經版都有去分 郭泰宣布 經檢查後 旗下15架A350的客機 需要更換引擎的零部件 當中三架已經完成了維修 今天沒有額外的航班需要取消 至於明天有額外的10對航班取消 所有長途機不受影響 預計到今個星期六 所有受影響的飛機可以重新投入使用 郭泰星期一凌晨 一架由香港飛去蘇黎世的A350客機 因為引擎零件故障 起飛後需要接返 是全球第一宗的情況 公司宣布全面檢查旗下 所有同型號的客機 至於星期一至星期三 合共有24對航班取消 涉及往返曼谷、新加坡等地方 而看集團的中期報告 6月底為止 國泰機隊內有30架A350-900客機 以及18架A350-1000客機 另外公司已訂了6架A350F的貨機 大家要留意這情況 會否對公司的股價 有否太大影響 今天影響不算太大 7.96收市跌5千下來 全日跌幅不足1% 最後也要看移動股 今天我們節目也有朋友關注 升能集團急插9.8元後 下午2時50分起停牌 這間公司被證監點名 說股權高度集中於為數不多的股東 由於股權高度集中 即使少量股份成交 公司的股價也可能會大幅波動 建議股東和有意投資者 在買賣這間公司的股份時 審慎行事 被證監點名後 今天完全沒有運行 最多賺過9.9元 最低見過1.4元 看到急賺超過9.9元 開始多賣盤 在臨停牌前 報3.2元 但被昨日收市價賺了9.8元 成交全日有接近5億 很多人都撈底 但撈了那些要小心風險 這節也和大家跟進到這裡 明天同樣時間 還有其他直播完節 明天再見